大家好,我是常云平,今天是7月16号 我这回在富翔县关注工具厂西门口 我们在度假烧烤吃饭 晚上其实已经吃过饭了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碰到李小波 他说小学同学聚会,说一起去吧 就没忍住,跟着过来溜达一下 我好了说,都是男人骗女人的话 我在外面干大事,都是在整天哄各种各样的场面 今年在富翔县也是拓展了一些朋友圈 认识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人 我觉得其实也都挺好 他们那些同学,我发现其实也跟我们那些小学同学一样 关系都不错,甚至比我们更好 尤其发现一个想接一下的内幕 我以前觉得李小波好像不是特别对男女知识特别在行的一个人 但是今天晚上听他的同学聊他之前跟小学同学的恋爱 或者他自爆影词吧 他就讲之前有一个他们的小学同学跟他关系很好 然后那女的也不错,可能性格是比较爆的那种 他可能觉得不太适合 但是因为他,李小波是比较爱热闹那种人 经常组织各种同学聚会,各种活动 每次都先找那个女的 久而久之,让那个女的觉得李小波对他有意思 总之呢,就变成了一个甩不掉的一个麻烦 李小波到了厦门工程机械之后 被派到北京市场这边来做工作 正好那个姑娘就在唐山还是什么地方 他们就经常见面 但是李小波就一直挑明的不想跟他在一起 那个姑娘就不依不饶 所以呢,他后来想,想出来一个方法 他就约那个姑娘某一天早上八点多吃饭 然后他就给另外一个同学打电话说 你明天早上六点钟就过来 到我这儿,一个女同学 你打车过来到我这儿来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讲 然后我给你报销差离费 那个姑娘就是作为电灯炮就去了 然后等到八点钟 那个中医李小波的姑娘去的时候 就发现她跟另外一个姑娘在一起 然后就甩门而去 然后他们俩就掰了 但是后来李小波也给她解释了这个事情 她说我也是为了我们都好 然后李小波自己说 说她觉得当时这样做是对的 她们确实不合适 然后她也是没办法 她到现在也不后悔她当时的这样一个决定 她觉得是对她们都好 我就觉得李小波还挺狠的 比我想象的至少要狠一点 或者说她的女人员还 比我想象的要更好一点 当然我今年已经发现她的女人员确实比较好 不说了不说了 然后我也想起我以前 刚毕业的时候做的一件很二逼的事情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当时在北京读研究生 我们08、09年都玩得挺嗨 然后后来她回陕西在陕西省气象局 也接了轰了一个女同学 然后我从北京回陕西当时做律师的时候 我就请她帮我在西安租了房子 就住在她家附近 因为我觉得关系很好 有个照应 然后我那时候做律师刚开始 就是因为全国各地跑 很多信件我就在西安没法收到 我就让她来代售 她也挺愿意帮忙 后来有一次我从机场 应该很晚了 12点钟到了西安机场 但是我早 第二天早上一早就要离开 但我又要去市区去取那个信件 所以到她家之后呢 我就在她家住了一晚上 恰巧她老公那天没在 更恰巧的是 她兄弟那天是在的 还好 所以她老公后来找到我呢 她也没有打我 哈哈哈 sorry 停电了 就 因为那个事之后 我跟那个同学就 基本上就没有再有什么交往了 所以 可见在那个时候 我还是认为同学关系是很好的 红衣关系并不重要 我当时心里面对她老公 我就在想 我说你找我有啥 有啥 有啥 有啥好 好那个 那么蛮横的呢 我跟我这个同学认识的时候 还 你根本她 跟她也不认识 然后 我如果对她有意思的话 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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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你啥事了 但是现在我想起来觉得 当时是 可能做的确实有点过分 你这个 住人家家里确实不合适 幸亏她弟弟在她家 要不然我都说不清楚了 所以 每个人都在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些 有点荒唐的事情 然后言归正传了 讲一讲今天 我们为了本日子的这个目的 要讲一下宝基的客服来找我的事情 大概早上八点多她给我打电话说 今天要过来 那一天已经周五了 你看现在他们也都是 推到最后一刻 推无可退的时候就 非得要来一趟 所以上一周周五到这一周还是周五 然后 到了东湖西门 然后就见了一面 现在双方已经进入到这个疲惫期 就是像一个结婚七年以上的夫妻 大家已经都懒得骗了 我给他们讲我的这些难处 我也是心不在焉 他们给我去试图演示 也是根本不在乎你信不信 他们连自己都不信 总之就说了一通鬼话吧 然后他们就走了 然后也很明显 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那应该至少我会待到 取保候审这一年期 大家也看到我这个行头解释一下 戴这个耳机呢 是因为我觉得我 就听一听歌 听一听英语挺好的 我其实不太愿意 想跟很多人说话 戴这个帽子呢 是因为我们在拍电影 我假装是导演 好 那最近雨很大 大家都注意安全 周末快乐